嘿 大家好 今天想來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遊戲模式 就是搶蛤蜊 那我們今天有做一個小講康 好 我在這個地方放給大家看 就是今天要講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我們今天要講的模式是搶蛤蜊 然後 至關找農園 沒有想到農園的中文名字是這個 然後 今天要用的武器是紅牙刷 然後它的副武器是雷達 就是可以讓你的隊友或是自己飛來飛去這樣 然後 機會有兩次 那今天想要提的一些重點在這個地方 就是 副武器性能增強 雷達的使用分享 然後 場地路線分析 呃 紅牙刷使用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跟戰後解析檢討 那今天也是要用這個看圖說故事的方式 但因為今天有四場 時間稍微有點長 但是我又怕我要講的東西太多 所以我今天可能會講稍微快一點 但我覺得好像會 還是會講的有點長 好 我們直接開始好了 就是 呃 這是 我跟馬豬的隊友在玩這個聯盟的時候 然後使用紅牙刷 那我們其中一個隊友也會使用紅牙刷 然後 我覺得 就是 非常的 不錯 然後就是想要來分享給大家 在強蛤蜊這個地方 是 真的是蠻好用的 好 那一開始呢 我 會先 我使用紅牙刷的時候其實我蠻習慣 就是蠻常跑的 就是主要不是收集隔離 就是到處放雷達 目的就是為了要干擾 呃 干擾 敵方 然後還有以及幫隊友鋪路 這樣子 那 紅牙刷呢 一開始我們先講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像剛剛這個地方就是要非常小心 呃 好 我們在前面這個地方先 一起講一講好了 就是 紅牙刷呢因為攻擊距離很短 所以其實蠻建議大家在強蛤蜊的時候呢 或者是其他模式我覺得也都是啦 就是紅牙刷應該是蠻適合做一個 做為一個突襲的角色 就是偷襲的角色 就是我們要先躲好 確定好敵人 在我們面前或是在什麼位置的時候 他沒有發現我們的時候 我們在進行進攻會比較好 要不然紅牙刷攻擊距離真的太短 他攻擊力雖然很高 但是攻擊距離太短 就是很容易就是 射不到敵人就死掉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紅牙刷 我通常都會設置雷達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或是場中間 敵人的這裡 這裡還有這一條小路的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 呃 這些地方呢 或是家裡我也會放 放家裡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要讓我們在場中間可以直接飛回來 防守 那有的時候也是為了讓我們從家裡復活的時候 直接可以先飛到這些地方 那大家可能會很疑惑說 就直接游過去就好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 的裝備呢 是副武器性能增強 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說 他在你的副武器 如果比如說像是炸彈或是什麼的 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可能攻擊會變高 可是如果是雷達的話 那他會怎麼作用呢 他會縮短你飛過去的時間 跟那個超級跳的作用一樣 就是有一個花枝 然後有一個時間縮短 這樣就是這個 第二個這個 那這個超級跳縮短的時間是在於 非人 沒有就是你使用超級跳這件事情 所以非人啊 非雷達 非家裡他都會縮短 但是只有自己本身有作用 可是副武器性能增加呢 是讓你的隊友都會受賄 就是他們都可以使用到 就是他們只要飛 他們的時間都會縮短 所以 雷達在搶蛤蜊呢 就是會 常常會就是 達到一個偷襲的作用 就是你沒有發現那裡有雷達 然後對方就突然就飛過來 然後直接丟蛤蜊 就贏了 然後 呃 所以我也會都 因為我有使用這個副武器性能增加 所以我都會跟我的隊友講說 欸 如果可以的話其實你一出生 你最好是直接飛這個雷達 會比你游過去還要快 因為 我們死掉復活大概要8秒 你 你從復活再 跑到場上又不知道要幾秒這樣子 那 所以你最快可以回到場中間 的時候 呃 的方法就是 如果我們有用雷達的話 其實會 對於整個場子 你死掉復活的時候 其實會收短很多時間這樣 那 再來就是說 場地的部分的話 這個場地其實 進攻的小捷徑就是可以從這裡 上面的鐵王跑到對方家裡 然後就可以直接跑過來丟 或者是從這裡 呃 或者是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兩條路 那你丟進大蛤蜊 大蛤蜊的門打開之後呢 他的後面 因為一開始你會先丟20 那沒有懲罰時間的時候會打開 打開之後 其實後面的那些 丟這些才是重點 因為你要 能達到最大傷害嘛 所以其實譬如說你 丟一次20 然後他關起來以後 有一個懲罰時間 然後你再丟一次20 就是你這樣一次一次丟 其實他的效果 其實不怎麼 不怎麼好 對這不是強蛤蜊 最好的進攻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小蛤蜊 要丟的話 其實從這個高台上 你跳起來 丟其實是可以丟到這裡的 大蛤蜊不行 只有小蛤蜊可以 對 好那我們就繼續開始了 好那一開始我就會選擇 飛對方的那個 因為這樣子我可能可以進行突襲 或者直接殺到對方家裡去 因為現在目前好 雖然他們已經有20個隔離 這個時候我沒有follow到 但我還是決定先設置一個偷襲雷達 那我設置完以後 我就是趕快馬上飛回家 欸我有射嗎 我好像沒射 先回家防守 所以 有時候就是我們被丟進一顆的時候 其實沒關係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馬上就可以回到對方家裡去 當我們防守下來的時候 好這個時候就被殺掉了 就是當你被對方丟進第一顆 蛤蜊的時候 如果你看他們蛤蜊樹沒有很多的時候 其實不用太擔心 就是因為 連續的進攻對我們來講的威脅才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時候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為什麼我 家裡會有一個蛤蜊呢 這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 就是如果你被 對方投進的話 當時間倒數結束以後 你會有一個復仇的 大橄欖球 那我剛剛會 直接飛的原因 就是因為 就是我的隊友 已經擠到一顆 已經擠到一顆大蛤蜊了 然後這時候 我可以 因為我可以直接飛過來 可以縮短超級超級多時間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 就是雷達非常好用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馬上飛過來 好 這時候我就直接飛過超級快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的隊友 好 我的隊友丟了一個麵包 然後再來就是 我的另外一個隊友 又放了一個友善彈 這個友善彈真的是 放得非常好 因為他可以 喝止敵人 從這一邊出來 進行 對我們進行一個防守 或者是敵人可能就要從這裡出來 但是目前看起來沒有 所以 我這一波進攻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好的 成功丟了 那這時候大家很多 都會發現 這一顆球 好像撿不到 因為要上去 但是重點是 這個場地 這個地方是沒辦法上去 但是我跟大家講 沒有問題的 你只要跳高一點就可以 就是你按著跳 按著久一點 其實你就可以吃到它了 你看馬上就進行 直接40分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隊友再繼續丟 這一波進攻非常漂亮 好這時候 丟完蛤蜊之後呢 通常就要回防 因為他們可能就會拿著 他們的復仇蛤蜊過來 進行一波攻擊 那這時候我會選擇 呃 回防 然後設置雷達 然後再進行一樣的攻擊模式 紅牙刷真的要特別注意 就是攻擊距離真的特別短 然後還有就是要躲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裡 我已經躲好了 好有人下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帶走 紅牙刷的攻擊 力很強 3發 好像3發就可以殺死了 對 然後 3發就可以殺死了 然後攻擊速度又快了 常常你在近戰對槍的時候 對手會反應不過來 就是當他要瞄你的時候已經被殺掉 然後這時候我要走這個小徑 來設置一個偷襲雷達 好一開始 猛叫隊友過來 那這時候其實你還是 在場上的時候你還是要看一下 好先把敵人殺掉 有抓到底人 但是被敵人殺掉 就是還是要看一下狀況 因為有的時候 像現在就是被敵人投進了 這個時候就表示我的那個地圖看得不夠多 然後這個時候防守呢 我一出來復活 我就選擇飛這個地方的原因是因為 對我會在家裡這邊射雷達 有的時候就是因為敵人 其實會從這些地方進攻 然後我們就會在這裡防守 那其實飛這個地方的時候 如果敵人沒有把那個雷達拆掉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對我們講是非常好 因為我飛這裡 等於說我可以直接繞背偷襲 他們都不會發現 就是我很喜歡在 有時候出來的時候 我不會選擇直接下去跟大家一起進攻 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那另外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攻擊距離很短 所以我們去跟人家面對面打 其實就是非常不利的 不如去想要怎麼樣達到最有效的防守 那我這個繞背有沒有成功呢 算是有 因為有殺到一個人 好的 那我們再繼續來設置雷達 然後收集蛤蜊 上這個高台的時候 我都會先稍微看一下 好我的隊友來了 這個時候要跟大家講就是 玩蛤蜊 因為蛤蜊的節奏很快 然後蛤蜊又很注重團隊合作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除了要看自己收集的蛤蜊 跟對方收集的蛤蜊 你也要看一下隊友收集的蛤蜊 像我身上剛剛應該只有一顆吧 但是你就要適時的傳你的 傳球給對方 因為他的蛤蜊數比較多 可以集到球你就要傳給他 那有時候很常看到就是 呃 隊友身上集了四顆蛤蜊 然後就是死不給我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集成一顆 然後最後兩個人都被殺掉 明明就可以進行一波攻擊 所以蛤蜊 你要難其實 他其實也沒有很難 主要其實就是 其實跟打籃球其實蠻像 就是一個團隊合作的那種感 就是蠻重要的對 好 那這時候剛好這邊也生出蛤蜊 然後他就吃到了 然後剛好我們兩個人都是有放雷 都是雷打的 那 好 隊友進行一波攻擊以後 我馬上就開大絕 等於說把地站回來 我還殺到一個人 對 因為 紅牙刷的這個大絕很好 沒有發現那裡有一個蛤蜊 就紅牙刷大絕是 可以進行一個範圍的嚇阻 其實跟友善彈有點像 但沒有友善彈 這麼的 雜實的 防守這樣 好 我又吃了一個 好我又吃了一個這個 這個復仇蛤蜊 那為什麼會往這裡飛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個 我的隊友直接飛過來 然後再來是 對方家裡的雷打 他們沒有去拆 這個時候他們在這裡 游過來絕對不會比我游過去 然後在這裡丟還要來的快 就是直接進行一波快攻 好像打籃球 真的很像打籃球 好 射了一個以後 然後確定沒有人 滾到籃框下 丟進 然後直接再從這個地方離開 這個時候敵人會錯手不及 他一定會馬上回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 帶走一波 哇 丟的很爽 好 帶走一個 有包 好 不錯這波進攻不錯 好一樣設置雷打 好 這個隊友 這個齁 就是 呃 玩蛤蜊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一直 時時刻刻看著你的隊友 飛到什麼位置 我們這個隊的阿 我們馬住這隊 這個River的隊友 他超會看地圖 就是他 無時無刻都在盯著你看 就是會看 你要跑去哪裡 所以像我身上有四顆 他可能 帶也有帶個幾顆 通常會建議帶四顆以上 因為這樣子你可以互補給你的隊友 這樣 他就會馬上飛過來這樣 等於說直接來助攻 真的是非常 非常良好的一個示範 好 他也有四顆 這樣等於我們是八顆 可是因為我們的隊友現在在呼喊我們 代表我們可能要趕快回去防守 好 確實被丟禁了 好 兩個超級落地 防不住 玩蛤蜊的時候 看一下 敵人動向是非常重要 雖然說其他模式也是一樣 好 現在四七 防守 好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就是因為 我們的槍就是最短的槍 我們還冒然的出去 所以其實面對面的直接走出去 其實是不好的一個選擇 好現在對方有兩顆球 我現在直接飛到家裡 因為 對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進攻很順利喔 的原因是 我們剛剛被丟棄嘛 所以我有一個復仇隔離 對方已經 先被攔下 一個 我還有一個隊友在這裡對 那我覺得他應該還會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決定直接飛 好 大家 應該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飛 我還有另外一個隊友也跟我一起飛過來 真的是很有摩批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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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因為我的雷達射離門很近 所以我馬上就可以丟了 然後丟了以後我就會跑掉 然後你看其實這個時候還在倒數 就代表我剛剛那個River的那個隊友 他其實在後面也跟著來了 所以一波進攻就很漂亮 又有隊友在飛過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雷達 你設置的好的時候 你的隊友是會一直飛過來 進攻 可能 對敵人的這個干擾是非常大的 那當然 如果飛過去就死掉 當然就起不了作用 喔喔喔喔 這個不好 這個 這麼短我又犯錯 還是被投進 好 但已經進入延長時間囉 好 9顆 喔都丟完了 喔剛剛那個死掉了 幫手成功 這一局贏了 是沒問題的 吧 好 nice 就是 蛤蜊的節奏快 那要注意的事情也蠻多 但也沒有到說 沒辦法玩這個模式啦 主要還是會看你拿的武器 然後跟你在場上扮演的角色 其實跟牆塔也是一樣 就是 你看你今天拿什麼武器 然後你試試扮演什麼角色 你就要注意一些地方這樣 可能要去想 比如說如果輸二的話 原因可能在哪裡這樣 好 好的一開始還是主要就是先 設格 設置雷達 然後來看一下狀況 能不能偷襲 這個格林我記得他 應該是蠻會玩的 因為他一直有在看地圖 他一直 堅信著有人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來跟他好 我看他什麼時候 我不相信他一直以為我在這裡 但是他一直都知道我在這裡 好 那對槍 很不利的情況下一定是先躲起來 等 他 自己跑來找你 覺得你 會偷襲他這樣 果不其然 他就偷偷地跑過來了 但因為我們的速度比較快喔 他比較不好反應過來 好的 剛剛被丟進一顆球 但如我們所說 在對方蛤蜊樹沒有那麼多的情況下 被丟進一顆球 先不用太擔心 對 這個真的蠻會玩的 好 好 打到嗎 我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不良示範 這個就是太過練戰的 隊友都沒有過來 還一直卡在這個位置 這個非常不好 大家還是要注意 就是 畢竟還是一個團隊合作的遊戲 好 隊友已經飛過來了 好 先設置一個雷達 好 有蛤蜊 先吃 欸手殘欸 好我來走一個 這個 小路 設置一個偷襲的雷達 我有時候會 吃雷達當作標靶 就是目的就是為了引敵人過來 因為剛剛這裡就是有兩個敵人 因為有時候 我會吃 我會吃 我剛說吃雷達 吃蛤蜊 就是我會擠好 一顆大顆的 然後我會在兩條路之間遊走 就是讓隊友去蒐集蛤蜊 或是變成其他顆大顆蛤蜊 然後我們其實可以分 分頭進攻 那 呃 比較高端的玩家 會吃到9顆 然後他眼前有一顆的時候 他會把這顆往前面丟 然後再吃這顆他就變9顆 然後就是這樣一路到門前 吃到10顆 那我有的時候會選擇吃成一顆大顆 就是故意當成一個標靶 其實我沒有要進攻 我是為了把敵人引過來 讓我的隊友可以進行更好的進攻 這樣子 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那敵人可能又有回去 對 但是因為我現在就在看狀況 因為我覺得現在 的狀況 不太適合進攻 好 我們走另外一邊 開一下大決 因為我覺得 有一點 推不出去 好 但是命還是最重要的 好的 現在場中的狀況 啊 這個操作很差 喔 我投進了 很讚 好 這時候我就想飛 但是我的隊友死掉了 所以這時候飛 我這時候飛其實不太好 因為已經剩一個人了 那我現在在飛已經沒有人了 就 好像在沒死 所以這時候還是趕快先撤退 設置雷達 因為我沒有 一個人最多可以設置三個雷達 當你設置到第四個的時候 第一個就會消失 好的 團隊合作進攻還是很重要的 再次強調 好的 吸引目光 吸引目光 喔 這時候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 我的隊友其實一直都在呼喊這個 come on 就是過來 這表示他們已經站好了一個好的位置 那 這個 我記得 我這個有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就是 好 我看到我現在看到了 好我已經決定要飛了 但是呢 我飛到了這個隊友身上 因為 我沒有在開場的時候看好他們的 名字 跟他們的快捷鍵是什麼 這個其實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 呃 在開場最好 不管哪個模式最好都先注意一下你的隊友的名字 跟他的 飛過去的快捷鍵是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我應該馬上飛過去 敵人 這裡有三個敵人 我這樣飛過去丟這一波進攻就是很漂亮 但是 我就飛到了我旁邊的隊友身上 就是 嚴重失誤 好 然後當我決定要再飛過去的時候 我已經被殺掉了 嘖 這個真的是非常嚴重的失誤 超級可惜 就是 作為一個不良的示範給大家看 讓大家 警惕一下 副武器裝備有增強的情況下 真的飛雷達會比油太快 除非你有裝油速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嗯 為了補償做了一個三連殺 因為 呃 因為就如我說的 紅雙槍的攻擊力很高 那速度又快 剛剛在這個局面上 算是比較混亂的 所以其實 他們應該是 沒辦法反應到 就是攻擊到我這樣 那這時候我飛 選擇飛 離家裡 離對方家比較近的雷達 想要進行一波攻擊 但是 被抓到了 好 現在敵人已經有18顆了 我們還0顆 這時候要防守一下 蠻危險的 好 左邊有一個了 飛過來了 殺掉 對方有三顆喔 現在有30分喔 那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呃 好 就這裡 有的時候 因為剛剛這三個 三顆球其實 同時進攻的情況下 我不會在第一時間衝出去 因為就如果說的 我們的攻擊距離很短 所以衝出去其實不太好 我通常都會先讓一個人過去 然後製造一個 因為他有過去 就會製造一個 欸這一段路其實是安全的 這一個假象之後 然後 再對後面進行突襲 因為蛤蜊其實比較重要 是開了門之後的 丟 的 的 的 繼續丟蛤蜊這件事情 會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所以 與其 因為他現在是80 所以一顆蛤蜊是20 所以扣掉這個10以後 了不起就是70分 那我們也就是少10分損失 我們還是領先的 所以我決定 我通常都會先讓一個過去 好 擋下這個以後 好 對槍不利 因為射不到 所以好先躲起來 等他過來 再攻擊 這樣等於我們連續 就擋下40分 又有一顆 他們急得怎麼那麼快 好 防守 有下來 有下來 好 這時候我選擇 我看到我隊友丟喔 我選擇去拿那個復仇蛤蜊 飛到他那裡去喔 飛 欸但是 對 效果不好 我太晚了 因為我距離太遠了 就是大家真的要試試看一下地圖 即時去cover 或是去幫助你的隊友 好那現在這個時候 我是選擇飛遠處的 因為 就如我剛剛說的就是 如果我們飛遠處的話 他們如果這樣進攻過來 欸我這樣話不太好 就是他們從這裡這樣進攻過來 我飛這遠處其實我就是可以 進行繞背 因為我們是紅雙槍攻擊距離又短 所以我們要找最好的攻擊位置 他沒發現我 但這個我沒有插掉他 這個是非常不應該喔 正常講我應該是要插掉他 好那現在就很危險了 欸剛好時間到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環阿 所以 有的時候 拖延 對方也是 戰術的一種 雖然說 不一定那麼順利 但就是 運氣也是實力的一種 拖延也是 戰術的一種 好來第三場 1730 好一開始我們還是先 以 佈置雷達為主 好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好他們是用那個爆裂槍喔 爆裂槍因為他的發射時間比較短 雖然距離很長 但是 對於我們這種機動型的槍 他們其實是比較劣勢的喔 然後我先設置一個偷襲的雷達 在球門下 然後等待 看有沒有辦法殺掉他們 對方已經有21顆了 這個時候建議還是 防守會比較好 對我現在有一點 太過於 執著在這個地方 好好好 需要我的幫忙了 趕快趕緊回去 先設置一個雷達 以後再回去 好 那隊友也剛好都有防下來 等一下等一下 紅牙刷就是要等 耐住性子才行 好 集一下蛤蜊看一下能不能 進行一波攻擊 好看來不行 哇 可惜 好隊友把我們的球撿走了喔 太好了 這時候 飛遠放到隊友 就是這一場剛開局的時候 雷達設置的數量好像蠻少的 因為紅牙刷其實最好真的就是蠻常跑 欸 能不能 好帶走這個 要蠻常跑蠻常射雷達 盡量避免魚人對槍 好射一個雷達 好 這裡應該有一個紅雙槍 欸沒有 好丟進了 nice 放一個大絕 噢不行不行 這個牙刷對我們不利 有點戀戰 戰犯戰犯 好這時候飛遠處但是被拆掉了 那我就飛中間 好直接撿到一個 運氣好 這個機動性的這個 欸可是有兩個人 好有一個隊友帶著球前進 但是因為只有一個人 所以就是比較不利 設置雷達 好看一下 有沒有人會飛下來 喔這個飛下來真的是不太明智喔 就是因為 畢竟都是我們的末 真的還是建議大家 在 都是對方的末的情況下的時候 真的不要冒然的下去 好看解不解到這顆球 好順利撿到 撿球的時候其實還是要看情況 因為有的時候其實蠻危險 因為大家都會 盯著球看 好現在我們有兩顆了 那我決定要來 吸引對方的目光 看一下 好像 呃有有有有人有人 對 被抓到了 啊又被丟進 這個是不好的示範 沒有看地圖 然後我在想說 我有沒有機會撿到這顆球呢 可惜沒機會 對 好還是設置雷達 好 好開始跑 出雷達 原來已經有了 好我們現在已經有一顆 撿到一個敵人 好 我們剛剛設的那個雷達 我們隊友馬上就飛過來了 所以做到一個很好的祝福 繞到前面去 殺掉後面的敵人 OK 雖然死掉但是還是帶走一個 進攻還是有造成一波傷害 那這時候我會選擇飛中間 因為中間蛤蜊比較多 所以飛敵方那邊 其實沒什麼作用 OK 七顆 七顆其實 七八顆的數量其實就蠻OK 這時候就可以到 偷襲的位置 然後叫隊友來 看能不能給予助攻 好等一下 看起來目前他們家裡沒有人 會有人來嗎 我們的看地圖River會不會來呢 喔隊友又在呼喚我了 好這時候我決定 這個時候 就是 先吃掉 剛剛這個情況就是說 隊友有呼喚過去說 可能要回去幫忙 但是因為我原本還缺了三顆 然後我在這裡 球門下面設置一個雷達 那我剛好又發現這裡其實是雷達 蛤蜊伸出來的地方 然後我這裡又有射雷達 所以我剛剛就是決定 做一個有風險的進攻 就是我飛過來 因為可以飛很快 我飛過來吃三顆 然後我再飛回來 因為我覺得 我這樣子飛 他們的數量雖然多 但是還沒有集成一顆球 我覺得我這樣來回飛的時間 是勝過於他們的進攻 所以我就決定 我就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 所以 果不其然效果非常好 射雷達好處 剛剛我們的隊友又飛過來了 又在持續的進行進攻 這個所以看地圖這很重要 這就是默契 好 拿下一個 再丟 有的時候大家會發現 就是高端的人在玩的時候 他不會一次把蛤蜊都丟完 因為丟一次蛤蜊 倒數時間會重置 他們會慢慢丟 為了要延長那個蛤蜊 開門的那個時間 好 對方有三顆球 就是非常恐怖喔 好 先設置 好已經擋下一個了 被投進一個 擋下一個 還有一顆 又來一個 丟肉 丟麵包 但是他就算丟進的話 應該也是44 然後他們又0格力 所以 還是贏 這個紅牙刷真的蠻好玩的 就是 當你偷襲成功 或是你防守成功 什麼什麼之類的時候 成就感 大 好的 這應該是 最後一場 1630 紅雙槍格林 跟兩把 蠟筆 好 設置雷達 喔 我這一個就是做了一個非常不好示範喔 明明就看得到冰湖飛 過來 會在那裡爆 但我們下去 好 先飛過來 然後先拿下一個敵人 我看他反應還來不及 好 拿下兩個 好 我們的隊友飛過來了 Wiver真的很會看 好 這時候先射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這個 我們可以造成三殺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站的位置很好喔 然後敵人一下來的時候其實會反應不過來 所以這時候其實應該說剛剛站的位置就是非常適合紅牙刷 就是進行突襲 好 拿到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站的位置太遠了 就丟 因為你拿到蛤蜊的時候其實蛤蜊它是 大蛤蜊是比較重 所以它丟的距離會比較短 所以大家要站前面一點丟 小的蛤蜊就可以丟很遠 好 我們還是一樣在這裡設置一個雷達 YES 看一下狀況看有沒有敵人 溜過來 喔這裡會下雨有可能是要走這邊 但是好像已經被殺掉了 好 好 繼續前進收集蛤蜊 喔又丟進了 好那邊沒有雷達所以我們就把他過去了 嗯 我們來走我們的小路 設置一個偷襲雷達 好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敵人 好像沒有人發現我們 好 這時候 趕快call隊友啊 come on come on 好被發現 但是還是可以拿下來 因為我們的機動是比較高 come on 喔來了River 很會看真的很會看 好這時候其實不急著頭 好先解決掉敵人比較重要喔 剛剛就造成一個雙殺 因為你投 了不起讓你投三顆 但是如果你殺掉他 你可能可以一直投 所以 呃清除敵人會比較重要 這時候可以再拿一下 一個 兩個 繞一下 再一個 欸沒有 哇哇哇 哇哇哇 喔喔好危險 好等一下 喔喔又在三殺 主要是我們的位置站著好 喔 看一下能不能再進行一波 好應該來不及 這時候我就會重新再去設置一下雷達 用對手措手不及 覺得有一種很煩怎麼拆不完啊 的感覺 因為紅牙刷在場上就是一個很激動 激動性就是真的要蠻常跑 敵人都不知道你在哪裡 也不知道你在哪裡會滾出來 這樣 喔這時候 對方這樣開了導彈大絕 這 開的位置有點危險 好丟給我丟給我 七顆八顆 九顆 還差一顆 再一顆再一顆 喔這個很讚 這就是蛤蜊很重要就是傳球真的很重要 看著隊友大概有幾顆球 然後四十的傳球給隊友 然後不參與前方的進攻其實也是很重要 先把地站站 然後再飛回家 因為沒蛤蜊耶所以飛回家防守 好 拿一下 兩個 三個放下來了 好現在對方球門下也有一個被拆掉了 好 45秒 這一波進攻如何呢 看來可能要回來防守一下 順便抓一下這種要突然就是還沒有進攻就先殺到對方家裡的 就是 而且是比較明顯的目標 這就蠻 蠻 真的蠻危險的 因為我們是路過射完 雷達我們就會離開了 好 剩十秒 沒有太好的機會就不冒然進攻 好 在這個地方開大決會非常危險 因為我知道他有可能會想要去拿那顆蛤蜊 所以我就直接出來進攻 阿有一個繞家裡 阿有一個繞家裡 阿有擋下來了 NICE 好 又有一顆 好 拿 喔 讚 哇 不錯不錯 這一場殺的人還真夠多 來讓我們看一下 哇 殺了21個人 哇 就是紅牙刷 就是如果你躲的好的話 站的位置好的話 其實是 身為一個前鋒的位置 真的是可以殺到蠻多人的喔 好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 這個 技能 就是 呃 裝備 我們今天就是 大部分都是使用負武器性能增加的喔 三顆大顆都是喔 然後小顆有 一二三 三顆 對 那因為我還沒有把它完全集完 但其實基本上你三顆大顆有效果就會非常非常明顯的 只是 我會希望做的比較 完善一點嘛 就想要把它集滿這樣 對 那今天的 分享 就是這樣 嗯 好的 感謝今天大家收看這個 就是 牆蛤蜊 農圓 紅牙刷 分享喔 那 剛好是 就是因為打聯盟 所以剛好 把它錄下來 那順便跟大家解釋 然後我們可以大家來檢討一下 順便看一下哪一些地方需要改進 那 紅牙刷不只是在聯盟可以用 其實當然RANK也可以使用 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因為有很多人也不飛雷達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人使用紅牙刷 然後他如果 他的裝備上面是有用伏技性能增加 他代表是 他就有希望隊友可以飛雷達這樣子 那 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這裡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建議啊 其實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或是有什麼地方需要改正的也可以留言給我們 然後呢 或是大家有什麼 比較想要了解的東西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話 我們也會嘗試去試試看 去驗證一些東西之類的 那 主要就是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是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 我今天看到那個頻道訂閱好像 上面有一個小鬧鐘 有一個小鈴鐺 好像把它點開 才可以Fully的接收到我們所有的訊息 好 那今天就是這樣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有喜歡的話 再給我們多多支持喔 那今天先這樣啦 掰掰